Duf三体中三体星系究竟被谁而毁灭,或者说三体星系为什么而毁灭,这是书中一个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,因为三体星系的毁灭,从此之后人类和三体彻底奔道扬镳,结束了四百多年相爱相杀的历史,各自走向黑暗森林。 如果我们从书中直接理解是楚研发出引力波广播,一艘类似歌者的飞传收到讯息后,发出光丽号,直接毁灭了三体星系。 但如果我们稍加注意,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,三体星系毁灭的一点不在于被谁而毁灭,怎么被毁灭,而是时间,从楚研发出引力波广播到三体星系,毁灭, 只有三年零十个月,这是一个根本不可能的诡异问题,但不可能的事情却偏偏发生了。 Dufet让大家看了明白,专门制作了一个示意图,能看出诡异的地方吗? 楚研发出引力波广播,那时候距离地球约1.3光年,距离三体星系约三光年,也就是说打击三体星系的飞船,刚好就在三体星附近。 接到广播后几乎不太考虑顺手一个光丽就结果了三体世界,但问题在于这艘飞船为什么会出现在三体星系附近? 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? 这几乎不可能,因为在黑暗森林中没有巧合,关于三体星系被毁,真正秘密,被隐藏在后来关于歌者的介绍之中。 Duf可以肯定的是毁灭三体星系的不是歌者,而是类似于歌者的超级网名。 书中关于歌者的介绍非常简单,但透露出几个关键讯息,歌者很快知道为什么清理来得这么快。 他看到了那个世界,不禁的那一片漫雾,漫雾距那个世界约半个构造长度。 如果单独看它,确实难以判断其来源,但与被广播的坐标联系起来,一眼就看出它是属于那个世界的。 漫雾表明那是个危险的世界。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,歌者将光速飞船扭曲时空,留下的黑雨称为漫雾,将突破光速的低伤体文明是作作危险。 可以说光速是超级文明,对低伤体容忍的底线。 一旦发现低伤体文明,突破光速就必须予以清理,因此正是由于第二光速舰队侵略地球,在地球与三体星系之间留下漫雾,才吸引了那艘毁灭飞船。 那艘飞船下来之前就带着毁灭三体和地球的使命,只是无法判断光速飞船到底属于地球和三体。 恰巧此时接到了楚岩的引力波广播,确定了光速飞船的来源,顺手毁灭了三体星,这才是三体星系毁灭的真正秘密。 也就是说,无论楚岩进步进行引力波广播,从三体突破光速那一刻开始,遭受打击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,因此楚岩的引力波广播最大利益,并不在于毁灭了三体,而是挽救了地球。 避免毁灭者对两个星系进行同时打击。 DUF根据鸽者的分析,这艘毁灭飞船却没有毁灭地球有三种种可能。 一,没有注意到三体和地球的原始通讯,二,是嫌麻烦,三,感觉地球没有威胁,这也引证了之前的分析。 但事情也没有这么简单,如果今和楚岩遇到的质子盲区,以及鸽者的字数,相信没有诚意的坐标。 常常意味着清理空旷的世界,这样做浪费精力,还有一点点害处,因为这些空世界,以后还可能用得着。 诸和记者所有星系的位置,把信息一点占方式,与各种组合的位置模式进行匹配,识别出其中的坐标。 据说,诸和可以匹配五亿石金颗粒钱的位置模式,一个细丝极恐的问题,马上浮现在我们眼前。 对于超级文明来说,在宇宙中划定势力范围或可拓展空间,很像在古时跑哪圈地,它们会将适应生存的地区,在计算机上进行标注。 建立数据模型,而三体和地球就是超级文明圈地中一来生长的虫子。 那一天它们觉得这些虫子长大了,已经能够毁坏装甲,或者会养人了,直接喷点能要救了事了,因此光速超级文明的底线。 这此盲曲则是超级文明的一种防范措施,无论三体文明还是地球文明,无论是你在怎么被撞,在怎么坚强,在超级文明眼里只是能给宇宙带来轻微混乱的低伤体,是令人讨厌的虫子。 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哀,气思极恐又发凉发凉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